我告诉你他们就是这样告诉你每天都有这个多少利多少利多少利 对他们来讲是这些利很重要 当然死亡更加重要 因为他们要清明 有死亡简直是滔天大罪 那些官员都吃不完要多做走 几副到中有低副 你懂为什么 我自己亲眼看到那个新闻片 半夜学校里面有人确诊 学校里面有人确诊 学生不得离开 过夜 爸爸妈妈杀掉 去到学校门口也不敢多讲 带那些衣服带什么拿进去 叫那些学校的老师们带给自己的孩子 然后老师为了安抚家长 还拍视频说 同学们都有拿到都有好吃的晚餐 那问学生们你们还好吗 全部的学生讲 全部讲一样的话 我们都好 放心 他们是这样的 有人确诊 在学校里 不让学生回 全部要做检测 而且做什么 应该所谓的 没有像我们拿到ART的 都是PCR 就是那个你今天检测 要拿去化验 明天才知道成绩 学生 对不起 今天不用回家 过一天 明天继续上课 可能明天 通常一千成绩会来了 可能 就明天回来 学生 小学生 我不知道老师 我会被奔回 当然了 国家也 还有医务人员来帮忙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 你还听到 他们的上海的地师 你也有确诊 一个人确诊 那一天刚好在那边的 那个迪士尼热园里面的游客 全部confine 必须检测了之后才可以离开 可能上海的 我不懂 可能是用ART还是什么 一个一个检测 几万个 在迪士尼热园里面 有多少千万的人 这里面 另外一点 如果 你是住北京的 如果你是住北京的 应该是 他说 如果你是住重庆的 如果你在重庆 重庆确诊 你不能够回你的北京 如果你是住北京 你去重庆 重庆有确诊 你不能够回 你不能够离开 他们是不让你离开 不让你离开 然后 就是 100%的清零 那你说他们这样 会不会很大的医药成本 因为我看一个 那种 论论节目 台湾的 他们就说 医药成本很重 就算我们新加坡 看这样的医药成本 是很重 不 损失 经济损失很重 还有很大的医药成本 当然 派很多医务人员 去做这个 做那个confine 我们新加坡 起初也是有一个时候 是这样 那座 很多人确诊 去做 清零政策 那时候整座主屋的人都不能够离开 香港也是这样 现在你新加坡有没有这样 我就不知道 现在香港还是在做这件事 如果那个社区有人确诊 有几家确诊 整个封锁 那个社区 不让他们出来 中国也是 不只是一个社区 一个上海的 伊斯尼乐园 一间学校 一个市 一个 他能够 block多少 他就block 不让你出去 另外也有人说 因为他们要举办北京的那个东运会 冬季运动会 所以以北京为中心 你从北京 如果你北京能去到内蒙古 比如这样 内蒙古有一例 你不能够离开内蒙古 你要让内蒙古 没有K席的时候 你才能够回来北京 这种 你看起来很消耗 很消耗这个经济损失各方面 是不是 你认为是这样 他们访问他们的 那个 郑南山 你们知道他是谁 官病 他是权威 他说相对来看 这个反而最少成本 如果有人确诊 很多人感染 死伤 伤亡 医疗 更大的成本 那我慢慢去想 也是啊 如果很多人 伤亡 确诊 失去了这个工作能力 带来一大堆的后遗症 也是惨 我相信 所以那个台湾的那个 中议 政论节目就主持人就说了 他们是 被这个 武汉的 开始的那个事情 吓到 所以现在只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就很怕 张大姐会 会是美女 很可笑 很可笑 我没说 你才是美女 你很可笑 现场的观众如果你觉得好笑 你就按赞 不要忘记按赞 今天你们开不可以看到按赞 但是我知道现在有24个赞 所以麻烦你们 按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开场还是不错的 张大姐难得今天讲这么多话 他想到现在没有可笑声音哦 让大家打招呼 好了啦 要好了啦 已经998814的 他带给 拍点准备了 哎呦 现在有气没气 你不要说离间的影子 你现在是想象自己是美女 所以你讲话讲得很温柔 大声一点 哎呦 有课了 有没有发烧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对发烧这两个字已经 怎么讲 已经怎么讲了 我们对发烧两个字 跨波 跨波 他还有量体温 我连量都不要量 有时觉得很很 有时觉得好 所以为什么要去管他 你叫我去看医生 我也不要去啦 去做梦 我们渡从31.1.2.3.4.5 然后就慢慢掉下来 然后就点1.2.4.5 31.1.2.3 37.1.2.3.4.5 又掉回来 36.8.9 然后37.0 37.1.2.3.4.5 这个是张大姐的 pattern 我的 pattern是 37.0 37.0 37.1 37.2 然后又回到36.5 36.6 36.7 36.8 36.9 37 37.1 37.2 我听起来我是比较好 我今天已经煮了珊瑚水了 谢谢你啊 真的谢谢你们了 没事了 有事也不理了 没办法了 我们躲在家里安全了 好像防空好 哇 今天我去cosway point 我不得不去嘛 我要去买货嘛 对不对 所谓买货就是家里的鸡蛋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今天去买一下 然后也跟照当节 图腰节嘛 去用餐 那个餐厅 泰国餐厅没有人的 我是觉得说该去啦 躲在家里 外卖的东西带回家 今天是回家 自己吃的东西 这里是Holiday 叫一只的是Paisée 就说两个人去吃了 叫泰国餐吃 叫一只芒果鱼 一个羊角豆 是呀羊角豆 然后一个 一个什么 烤熟豆好吃 这样吃一下 然后两杯水 大家开开 过一个日子这样 然后过后就去 Costory买东西 买很多东西 然后买个退役车 然后赶快回 你看那个商场 我都跟你讲了 我真的是很受不了 前面也要看我们 有没有接种两只疫苗 再进去 进去里面吃东西 他还是要看 你有没有接种两只疫苗 不是双重工作 外面可能做不来 所以他们担心 有漏网治愈 因为 但是他们很小心 他们也怕有漏网治愈 所以他们排队的线 是很窄的 所以那一个人 虽然是一个人 我跟你讲 这种钱不好赚 一个钟头十多块 太多人了 他又要用手机 有些人有追踪器 扫描反而快 但是他扫描转得快 他又不会手机 家里的人帮他 如果你用那个手机去扫描 又很慢 所以张大哥就很聪明了 我是追 就把手机给他们看到了 接种两只疫苗 然后那个追踪器拿手上 去那边逼一下 然后给他看一下 就容易 这样是最容易 这两样都要用 有办法 多么多人挤在那边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做错 做不好 永远不承认 那你既然让我们进去 我们都是接种两只疫苗 能够进商场 然后每间店 你还是要去给他看 你去用餐 餐馆还是要看你 他怕吗 他怕有事吗 他怕外面漏网之鱼吗 那又何必 都讲了 你告诉所有没有接种的人 你去商场 你没有店 你可以进 我是可怜 如果 比如现在有一个人 我现在突然 突发奇想一个痛苦 一个没有接种 疫苗的人的痛苦 他刚好经过 他也不打算去商场 但是他闹肚子 他要找洗手间 商场 才里面有很 这些客户 你自己去商场 你自己去商场 什么钱 我去商场 你自己去商场 你自己去商场